大家是不是最近都和我一样 趁着人家大厨买买买买 但是我发现了一个 你们都没有发现的东西 我在纯色软件购物的时候 发现商品成交后会捐一毛钱 给一个叫助力鞋巡员 守护姜屯的项目 虽然只捐了一毛钱 但我还是想知道 我的钱是真的花在姜屯身上了吗 他一年整个的工资 在十个亿左右 十个月左右 不要跑 不要跑 你们咋办 前面前面啊 不是用来买小鱼 哪有姜屯齐来了 我打通了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 负责人的电话 询问善款去向 喂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我在淘宝上买的那个公益宝贝 捐的一毛钱是捐给你们的吗 如果说上面写明的是 捐给助力鞋巡员守护张纯这个项目的 那就一定是的 你可以来武汉 我带你去看一看 好呀 对于为了这不明去向的一毛钱 我决定去一趟武汉 这里除了有热干面和卤鸭脖 还有我们的母亲河 长江 可爱的张纯就生活在这里 我记得以前 长江里有很多渔船 但随着长江流域工业渔业的发展 生态环境被破坏 鱼类资源濒临枯竭 但还好这两年 长江十年鲸鱼政策实施 长江保护法施行 这条养育了4亿人口的大河 开始休养生息 2021年开始长江十年进鱼之后 渔民当中一部分人 转产成为协助寻护员 来协助主管部门 来打击飞沙捕捞 所以最后一代渔民当中 目前已经有一万多名的渔民 转产成为寻护员 江屯它是长江当中 目前仅存的唯一的 水平补物动物 中国特有的 而且是长江生态系统的 旗舰物种 生态环境好不好 江屯说了算 那陈博社我想知道 我能一毛钱 是真的给江屯买小鱼吃了吗 都是花在江屯身上 但是不是用来买小鱼 我们的这个经费 主要花在了支持巡护员 来在一线开展巡护这个工作上 有大概2万名巡护员 他一年整个的工资 加上基本的这些花费 大概10个亿左右 10个亿左右了 要解决一毛钱 需要哪里的问题 我们来来趟宜昌 看看协讯队 是如何保护江屯的 马上我们就要跟 试询员刘老师见面 刘老师好 刘老师好 第一 观察江屯的活动具象 江屯的数量 活动范围 再是观察却调人员的 或者非法葡萄的 他们的一些动向 今年都发现一些 因为它这个绳子 算一个矿泉水瓶子 可能是一个游玩的人 丢的绳子 就把江屯的尾巴铲着了 因为它要喘气 要不然它毛人迷到水里 它就迷死了 叫大家提醒一下 你把那个江屯 尾巴拿出水面 那之后一看是根绳子 把它剪掉了 把它放生了 你们看一下这个狗的 巴掌钩 它的沙长力相当大 它是不管什么鱼 它来起个尺寮之后 基本上所有的狗 基本上可以全部拔到它的身上 就很难抓到人 哎 啊啊啊啊 要起来了 江屯啊 对啊 哪有江屯起来了 你好 我们熊湖的话 由于根据非法捕捞的 或者钓鱼爱好之后 它用于它这个时间段 喜欢出来的 我们就出个熊湖 帮忙 它有的时候晚上半夜里出现的 主要是这个时间 不要跑 不要跑 你们咋吧 前面停电话 你们还在搞 以前来这种情况 没有那么好取人 一个人来他认识他跑的 跑了 抓也抓不到 太快了 有没有抓到过人的啊 前面是喜欢抓得满上 抓得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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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号行保护 所以 它是全面尽掉 我哪里现在 你们看 你们有什么人 你们看是什么人 哪个黄虎是你那么说 你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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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得好玩啊 不可能 这边玩不能带肩子来玩 抓下来跟你说是说话的 这是招包扭你 哎呀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下回费也 我想怪了 有遇到过 这种辱骂或者暴力的情况吗 那常有的是 基本上你招货表 可以的话比方都觉得 培训也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们 八不换手 八不换手 每年的基金量治病 基本上每个月 跟我们一起开会相见 双腿 基本上都是飞起来的 纪录业 网友云 船只 基本上都是全 我们试点示范机器 只支持了大概 106名巡护员 其中我们公益宝贝 支持的其中一部分 然后整个这个算下来的话 我们支持了三年半 花了将近三千四百万多元 他们的工作 是一天二十四小时的 实际平摊到工作 时长和工作里程上 就会发现很少了 所以其实是我们大家的一毛钱 汇聚成了这个庞大的数字 保护姜屯比我想象中 更花钱 也更困难 背后有许多人的 关注和付出 比如这样一群 我们拍摄姜屯的摄影师 原来我破姜屯的时候 可以追溯到2016年了 这责心姜屯就跟我孩子一样 他们有机智 有几个家畜 我都心中有俗 这是我救助的 他就跟我孩子一样 你看 这个姜屯转圈间 我转赢了 这个姜屯我们无法 由跟踪器来跟踪它 但是我们民间 通过它身上的台阶 拔痕 我们来判定它 是哪一个家 就是我们来做这个工作 是我们来记录 观察 讲诚的各地和它的细节 你照片卖了吗 没卖了 我去我带过 我们的这些资料 我们的屋上 提供个相关部门 个人利益是小说 事物的责任还是大事 你们看到了吗 看到讲看了吗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有点多给你帮我拍 有 有 这两天不管是跟 鞋巡员巡护 还是跟姜屯摄影师聊天 我都能感受到 他们对于姜屯的热爱 包括一天夜里 我们经过跨江大桥 常让灯光璀璨 很现代 桥下去漆黑一片 我们问了当地人 没有想到当地人说 这是为了保护姜屯的作息 不受灯光的影响 也没有想到 我日常的购物 能够真正在不知不觉中 光注到他们 把原本属于自然的 还给自然 不仅是为了保护姜屯 更长远的来看 更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 之前捕鱼的时候 赚多少钱呢 30万块钱吧 学生补助 一块是3200 落差那么说的 也不算落差 也是有一种容易 因为我像长江 索取了那么多的 索取了20几的 我现在用我的余生 来庇护 回回长江 目前已经有300多万人 参与这个 姜屯保护工作 有400多万笔订单 进行了直接的捐赠 所以真正要把姜屯保护好 需要全社会 共同的参与 才能把这个物种保护好 现在想请你 打开你的手机 淘宝 然后搜索公益 里面有个爱新足迹 哦 买了这些东西 对 它都会有一个 很微小的一个价格 捐给一些公益组织 有的时候会看到 但是我没有详细了解过 还是很开心自己 平时在淘宝购物的时候 能够有助力到公益 这些 帮助到其他更多的人 它肯定蛮幸福的 我是在扶贫嘛 对 不知不觉的 居然还捐了钱呀 顺手的事情 如果能够有一些帮助的话 当然最好 买了东西 然后商家能捐助一点钱 给这些需要帮助的 我觉得挺好的吧 上淘宝搜索公益 打开爱新足迹 就可以看到你的公益宝贝订单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